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连两日到福建口策 他指出福建要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 划出更大步伐 强调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增强台湾同胞的国家形同 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到张州市东山苑陈城镇奥角村 了解当地愚获交易情况 他跟村民聊天时说 23年前来过这条村 见到现在村民生活改善感到欣慰 真心的祝愿你们日子越过越红获 习近平当日也到了关帝文化产业园 停取当地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 习近平星期三转到厦门继续行程 考察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停取当地区大改革开放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情况 他说福建厦门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推出更多制度性政策性成果 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工 习近平下周听取了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回报 他也对福建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强调要提升文化影响力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同时加强台风 地震等自然灾害防范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在经济方面 强调要观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做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习近平曾经在福建工作超过10年 曾经担任福建省省长 他对上一次到当地考察是2021年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在北京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近日的言论 是具危害性的台独自白 是台独分裂谋论 重申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民进党的赖清德日前发表讲话 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能代表台湾等言论 两岸关系近日升温 在北京 国台办星期二先以书面批评赖清德 不断升级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主张更加激进 形容是更具危害性 和破坏性的台独自白 国台办在星期三个记者会上 再度批评赖清德 赖清德的说法 是偷换概念的历史悲论 是逻辑混乱的台独怪谈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无论是祖国论 还是建国论 都是台独分裂谋论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万图分裂国家的言行 都注定失败 国台办也重申愿意以最大诚意 争取和平同一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极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管大台湾同胞 另外被问到台湾演员吴康仁 近日和大陆经纪公司签约 引发关注 他被指曾经参与太阳花运动 或台办这样回应 对于台湾同胞 如果以前对两岸关系 有过模糊认识 说过错话 做过错事 只要能与台独划清界限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愿意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愿意来大陆交流 来大陆发展 我们都欢迎 对于国台办日前说收到举报线索之后 决定惩戒台湾组织黑红学院 国台办形容 这是对台独势力谋独挑衅的坚决打击 会继续依法惩治台独环顾分子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导 世界佛教论坛继续在宁波举行 多国语会者发言的时候 都表达对世界和平的祝愿 由记者陈卓康在宁波报导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第二天在宁波雪斗山举行祈福法会 几百名佛教界人士聚集微纳圣坛 众经祈福 随之举行主论坛 12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南韩、日本、越南等的佛教领袖 先后致辞 讲述对大会主题同怨同行和合共生的见解 新剑联合国为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 泰国繁智长老首先以英文发言 他说当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 呼吁佛教徒和非佛教徒携手合作 推动世界和平 实现联合国追求全人类幸福的愿景 台湾主要的佛教团体和寺院 派出140名代表参加今届论坛 以故声云大师的弟子 申保法师期望 与大陆的佛教界持续友好 展开深度对话 主论坛之后会有七场不同主题的分论坛 亦都会举行电视论坛和新媒体论坛 星期四夜晚闭磨 无线电视机者陈聪康在宁波报导 有调查显示 广州有近五成居民会讲流利粤粤 也有过半广州家庭会用粤粤扣同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近日发布广州都市动态调查首期成果 访问了三千多个家庭超过五千个市民 其中统计了当地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 数据显示 有四成七广州居民擅长粤粤 近三十人不擅长讲粤粤 有过半广州家庭会在家里讲粤粤 有一成六的家庭讲客家话 讲潮汕话的就不够半成 广东人喜欢喝早茶 不过调查发现 本地人和外地人喝早茶的频率差不多 都是接近几个月一次 全球有大约1亿2千万人口使用粤粤 粤粤也是广东主要方言之一 根据广东省政府资料显示 广州、佛山、肇庆等城市以讲粤粤为主 广东和广西东南部使用人口超过7千万人 不过随着近年外地人口流入 加上官方多年来推广普通话政策 广东不少00后已经比较少 甚至不懂讲粤粤 在2010年广州就曾经有民众发起乘粤粤粤集会 而近年广州和深圳都有学校开始粤粤课程 或者以粤语教中文 教育部在近年也曾经提出 深圳广州等地 除了要提升整体的国家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同时也要继续发挥粤语等方言 在地域文化传承和感情维系中的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